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要紓困 一定要引钞票 所以美元很有可能在走弱 所以现在情况是 经济仍然非常险峻 联准会热烈辩论购债计划 必要的时候 会强化整个纾困和购债计划 另外FED官员说疫苗是原水 我们本来很开心 但他说这是原水 所以未来两季 美国经济仍然会面临疫情的考验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该怎么投资 如果美元持续的下挫 高盛还说 2023年底还要再跌 到2023年底以前 还要再跌15% 所以朱老师 乱世下的投资数你怎么看 好 来 到底是不是乱世 我们自己说的不算 联准会说的应该算了吧 来 上礼拜联准会 例行性会议开会结果 结果因为选举的事情 大家几乎没有人在注意 来 所以我们帮大家整理 第一个 你看 包尔说什么事情 叫大家要戴口罩 这件事情应该不归他管 他居然叫大家要戴口罩 不用我多解释 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 第二个 他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事情 利率短时间不会变 至少要三年以上 维持历史最低点 第三个还要更多的 刺激措施 刺激措施不就在告诉你 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我要持继措施 那就是跟第五个有关系 第五个是直接就跟你讲了 持续印钞票 QE至少一个月要维持1200亿 来 第四个是被大家质疑的 你会不一定没报啊 为什么 干嘛要印钞票 利率历史最低点 QE无上限 然后发债发到 据说已经没有人要买 有一兆美金听清楚 一兆美金的美国公债 没有人买 请问你还要怎么报 没报啊 所以你看到 联组会刚刚跟我们的事情 你不就在跟我们讲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 疫情还没有缓和下来嘛 第二个 你要QE 你还要那么多刺激政策 不就告诉你 因为市场还不好吗 第三个 印了那么多钞票 花了那么多债 美元是不是注定要落势 那投资人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办 稳稳赚就很重要 大家一想稳稳赚 我说我们这家问题 怎么稳稳赚嘛 来 三个诀窍 第一个当然要选对市场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台湾市场 相对稳定很多 我们不敢说绝对最好 因为我们标题告诉你要稳稳赚嘛 美国股市看起来涨了很多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热也热得让你怕死人 所以稳稳赚 绝对随台湾 第二个怎么挑标的 来 以前大家都讲SMA BETA 什么叫SMA BETA 叫做用智能选股策略 什么叫智能选股 用了一大堆的一些学术的方法 比如说大家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我用什么高股息 然后我用什么低本益比 等等各种的会计指标去选 选了半天问题 到底有贪金吗 所以跟你说 什么ALFA 什么叫做ALFA 就是超额报酬 讲白话就是 真的有赚钱的公司最重要 你跟我说用什么指标 撈了半天 撈了半天 撈来撈去 你真的有撈的好公司吗 不一定 那干脆就挑 真的有在赚钱的公司 真正的好公司嘛 所以选对标的很重要 第三个你要稳稳赚 定期地额最稳定 分散风险 对嘛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接下来要找要点 尤其现在市场已经这么高 大家一定想说 一百三千点 你还叫我进场 所以我们就自己这三个 来就先看选股的部分 因为市场我们已经知道 就选台湾了 问题在台湾市场 你要选谁 来 很多人稳定的投资人 喜欢选什么 高股息的最代表的0056 我想这不用多解释 大家都知道 来有些人喜欢买什么 稳的当然龙头企业 各个产业的大企业 最代表0050 我们讲 大家都知道 再来安全的优质的企业 大家会选ESG 就是企业有比较 社会责任的 环保意识的 这几年大家都讲的 所谓的公司治理好的 代表就是00850 好 大家想这三个都不一样 那我到底要挑谁 我们长说一句话 小孩子才会选边站 当然要一网打进不是吗 所以我们三个通通都要 所以叫做什么 高股息又优质又龙头企业 这个叫做高品质的选股 讲得好选 到底是谁 我们先卖个关子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来 刚刚讲到第三个 就是要什么 投资策略要告诉你定期定额 好 大家都常会想说 定期定额真的有那么好 来实际数据测试 这条线是台股的走势 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们不用讲大家都知道 来 我们来看 我假设从现在开始回推 现在是不是高点了 是吗 是 所以我假设我每个月定期定额 每个月月底扣款 这是根据月底扣款来算的 如果一年你的报酬率是这样子 10.6% 两年平均是10.6% 这个都年化 年化 你这句往回推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念 来 经过股灾了 经过欧灾了 经过金融海啸了 你看 13年平均8.3% 14年还有8% 15年一样有8% 所以如果定期定额 投资15年 其实你的平均投跑还有8% 对 而且你看经过这么多大事 如果你看你如果选单笔 利亚酸底加 你要等多久 你要等多久 你要等10年左右 你才能够回本 可是当我用定期定额 我不用担心我现在进场 是不是高点 所以譬如说我们看 经浪海啸奔盘前 这位是高点 你可能会买在这里 但是你也可能买在这里 你就平均了 你也可能买在这里 对 当你有高有低平均下来 可以透过时间来冲淡付钱 没错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到 好 如果你很多投资人买的时候 我喜欢配息 尤其这几年 台湾人最喜欢买什么 高收益债 好 我们就以某一档高收益债 我要稳稳赚 很多人就希望说 我每个月有固定的现金流 所以喜欢买配息 可是又有人说什么 配息都配回去的 我会不会没有 没有所谓的累积的复利效果 来 实际数据给你看 这是我真的抓某一档高收益债 很受欢迎的高收益债的实际绩效 来 我们先看 那如果用单笔买 上面是月配息 下面是累积进去 没有配息的 来 不用我讲 观众朋友自己看 我们就看十年 谁报酬率比较高 有配息 这个都是还原回去 还习配息率算进去的 你累积 如果你都不配息 你累积报酬率是这样子 没有比较高 你自己看 好 这是单笔 那我们再看定期定的 也是一样 来 大家自己看 有没有发现 还是月配息高过 还是月配息比较高 但我不是说 一定都是月配息比较好 我只是在告诉你 这件事情没有说 配息就不会有累积报酬率 不会有复利效果 所以绩效就会变差 没一定 没一定 所以要让观众朋友 因为太多这种说法 就可以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配息 配息就没有累积效果 没有复利效果 事实上你数据抓出来 看最清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